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篇课文我们读没有读来着 应该还没有 那先跟我读一下课文吧 这次我是一个人去西安旅游的 虽然有些寂寞 但是行动自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点等一下我有点卡 没听到你说话的声音 我换一个那个加速的软件 用刚才这个听不到你说话 能看到PPT吗 看到了 那接着注意这个 自由 自由 对 自由 自由 对 我住的饭店离市中心很近 下午我没有游览名胜古迹 带着一张西安地图 带着一张西安地图 一个人去逛街 照了很多照片 就先到这了 我住的饭店 我住的饭馆 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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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就是 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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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祝宙 逛街 宇宙 我宇宙 下午我没有 我没有游览 男民 男民 生孤季 带着一张 西安地图 一个人 去 逛 逛 找了很多照片 对就先到这 来注意这个名胜古迹 名胜古迹 对这个古迹呢 通常就是指 从古代保留下来的 那些建筑物 对 如果要仔细的解释 这个季的意思 那它就是像我们的脚印 中继 你就要去学另外一个词汇 所以呢 古迹就相当于 是我们古代 保存到现在的一些建筑 一些保存下来的物品 好 那接着 吃了各种各样的西安小吃 还和热情的西安人 合影 留念 留念 逛得很开心 在了各种各样的西安小吃 还和热情的西安人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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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呃 接 光 光 光得很开心 对的 我是第一次去西安旅游 我喜欢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如果有时间 回国之前 我一定要再去一次 我喜欢这座中国历史文化 文化名写 如果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 回国之间 之间 呃 我 一定要再去一次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片段 啊 啊 这次呢 他是一个人来西安来旅游 到机场呢 也没有叫朋友来接他 虽然 这样有些寂寞 知道这个寂寞是什么吗 嗯 我不知道 寂寞呢 就是相当于 啊 孤独的 独自的 啊 寂呢 就是很安静的意思 啊 就是 一个人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面 你一个人在晚上 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坐着 啊 那样的场景就是很寂寞 懂了吗 懂了 对 他的反义词呢 就是很热闹 啊 这是一个寂寞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 大家都很开心 好 那接着 但是呢 啊 行动自由 知道这个行动是什么吗 哦 简单来说就是action 啊 行就是我们的行为啊 动就是动作嘛 就是我们在这儿可以自己逛自己的啊 没有人管我们 啊 啊 他在这儿说行动自由 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是游客嘛 pure rest 啊 我们可能会需要一名导游啊 啊 来带着我们来看这里的民胜古迹 来告诉我们 这个民胜古迹 他有哪些故事啊 但是呢 他是一个人来的 所以呢 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 啊 这儿呢才会说行动自由 能够理解吗 能够理解吗 可以理解 啊 导游就是ture rest guide 啊 那我住的饭店离市中心很近 啊 下午我没有游览名胜古迹 知道这个游览的意思吗 啊 啊 啊 这个 哪儿 知道是什么吗 啊 啊 哪儿呢 我们可以组一个词叫浏览啊 就是看的意思 就是用我们的眼睛来看东西 嗯 那么游了啊 啊 游我们可以主词叫游戏 游玩 那意思就是我们边在这边玩 边在这边看着你的民胜古迹 能够理解这个意思了吗 所以游览是 啊 就是我们来这儿啊 参观看东西就可以说我们是来游览的 啊 对 那因为前面有一个游子 所以呢 它主要呢 是来玩的 啊 边玩边看东西 懂得这个意思了吗 对 对 好 那他说 他带着一张西安的地图 啊 一个人去逛街 照了很多照片 也吃了西安的小吃 知道这个小吃吗 小吃呢 小吃呢 就是我们街边卖东西的那种 给你搜一下图片 好 看到图片里面的这些没 啊 对 可以 这种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啊 街街道上啊 街道旁边卖的一种食物 那么它就叫小吃 它的关键点呢 就是这个小吃一般有当地的啊 带有当地的特色啊 就是说你在你这个地方才能吃到这种味道的小吃啊 就是这个意思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能理解了 嗯 是肉碗 嗯 肉碗 可以 可以 嗯 我给你找一个煎饼果子 好 那么在台湾就有一种小吃啊 它就叫煎饼果子 就长这个样子 看到了吗 嗯 对 这种呢 都是小吃 是小吃 对 好 那我们接着 还和热情的西安人一起合影留恋啊 这个合影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啊 合就是这样啊 一起嘛 一起的意思 那么影呢 就是指啊 拍照 合影的意思就是两个人一起拍照 或者大家一起拍照的意思 那么留恋呢 就是留作纪念啊 留作记忆 留作纪念 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 啊 这个念 念 就相当于memory啊 就相当于memory 啊 能理解吗 嗯 就是我们把这个记忆给留下来啊 通过拍照合影的方式 把这个记忆memory给留下来啊 以后想看的时候就来看这张照片就行了啊 这个叫留恋 啊 望得很开心 然后接着他说 我喜欢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啊 之前我们讲的那个古城的意思啊 那这里的名城你能猜到是什么意思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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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主要看前面这个字这个名啊 名字的名也可以组词 也可以组一个词来看一下 有名的城市吗 就是有名的城市非常famous啊 因为呢 因为呢 这里有很多啊 带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建筑啊 所以呢 他就因此而出名啊 他就是一座有名的城市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一座名城啊 大家都知道这座城市啊 所以说啊 他还想再去一次 好 好 那我们来看 好 为什么坐着他没有去看这些名圣古迹呢 反而去这个西安的街上去吃小吃呢 好 这个我来给你讲解 这个呢 是相当于我们参观 我们去一个地方 visit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的一种方式 我们不去看那些名圣古迹 不去看那些好看的建筑 而是是一个人去逛街啊 去和当地的人合影留恋 这是为了体验当地的那种文化的氛围 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让自己融入这个城市 去感受这个城市到底好在哪个地方 而不是仅仅去看这些建筑 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 对 那么他不去看这个名圣古迹 也就是为了啊 想这样来感受这个城市 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好 那我们来词汇这个地方 这个 寂寞 寂寞 对 寂寞 连读可以寂寞 寂寞 寂寞 对 我一个人在家待着也太寂寞了 这里跟我一起读 我一个人在家 待着 也呆寂寞了 对 意思就是我一个人在家什么事情也不做 这样就太寂寞了 那么中间这个呆呢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选这个呆 我给你写一下 可以写成双人旁的这个 我待在这 那口语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还可以用一下这个袋 咱们看下面这个 为了不让他寂寞 我们买了许多玩具给他玩 为了不让这个小孩子寂寞 我们买了许多的玩具给他 那么寂呢 寂的意思就是很安静 就是一个非常的安静的一个地方 那么末呢 末我们可以主词叫落寞 就是指我们的心情不高兴 心灰意义的 就叫落寞 也可以说是比较孤单 孤单一人的那种状态 咱们接着下一个 这个行动 行动 对 行动 行动 对 我们既可以用作动词 也可以用作名词 那比如说 我们需要立刻行动起来 去做这件事情 我想要看到你们的行动 而不是听你们在这儿 一直说怎么怎么做 这场行动 是有人指挥的 在这儿能够理解这个行动的意思吗 行就相当于行走 你要动起来 你要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做出你的动作 做出你的实际的行为 去完成这件事情 那名词的呢 就可以说 我想要看到你们的行动 我想要看到你们在做事情 就这个意思 能理解吗 那第三个 这场行动 有时候呢 我们的警察 在抓犯人的时候 他们就会 抓犯人的这个过程 叫做什么什么行动 这个知道吗 那比如说 有一个行动就叫 破冰行动 这个是指 警察专门去抓 毒品的这个行动 他们就会为 这些过程 来命一个名字 就叫什么什么行动 那我们接着下一个 这个 留恋 留恋 对 留恋 对 我们就可以说 留作纪念 比如说 我们拍张照片 留恋一下吧 这个地方 我和父母来过 值得留恋 知道这个留恋的意思了吗 我们还可以说 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地方 值得我们来留恋 值得我们来怀恋 接着呢 就是这个语法 都比较简单 好 这个是 什么什么 得 它就是一种强调句型 它可以用来强调 我们动作发生的地点 时间 还有你 这个动作的方式 那么我们强调的部分呢 就放在中间这里 那比如说 我是星期五下午1点出发的 这里呢 就强调的是我们出发的时候的时间 那我是坐飞机去的 就强调我们的去这个地方的方式 是坐飞机 我是跟同学一起去的 强调的是方式 跟谁一起去 跟同学一起去的 我是从北京去的 那你应该看到了 前面呢 就常常就说 我是怎么怎么做的 他是怎么怎么做的 能理解这个句式吗 前面就经常就加成 我是怎么做的 他是怎么做的 就这样 它的实际呢 就是一种强调中间的部分 那接着呢 是这个提前 这个提前呢 就主要是说 它的后面要接一个动词 因为提前本身呢 也就是一个动词的 但是呢 它后面也还要再接一个动词 那比如说 提前啊 动词买 提前买飞机票 可以打折 知道这个打折的意思吗 就是discord 我们用一个比较生动的 来解释的话 那就是这个啊 比如说这个 我们去超市的时候 有时候就能看到这个 这个呢 就是打七折 这个呢 就要打折 那接着 我们会提前通知你 这通知又是一个动词 我同屋要提前回国 那这里的提前 你还知道它的意思吗 提前 对 提啊 就是 比如说 我桌上面有一个这个东西 对吧 对 对 我把它提起来啊 就是这样啊 这个就要提起来 啊 啊 那么如果是一个包的话 啊 那比如说 这是一个包 我要把这个包提起来啊 就这个动作 就是把它拿起来的意思 不过呢 它是向上拿的 把东西往上拿 那个就叫提 那么这儿呢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时间啊 给提到前面了 把我们的时间提到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前面呢 就叫提前 我提前通知你 意思就是说啊 我会在我们开会之前啊 我就会通知你 就叫我提前通知你 那比如说提前买飞机票可以打折 啊 意思就是啊 我把时间买飞机票的时间给提到啊 我坐飞机的那几天买 那么这个飞机票就可以便宜一点 能理解这个意思了吗 能理解 对 好 那过了之后呢 就是这个一怎么怎么就怎么怎么的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的主要区分呢 就是啊 一和就 它可以是两个主义的形式 也可以是一个主义的形式 我们通常用的都是一个主义的形式 就比如说 他一看啊 就学会了 他一听音乐 就想跳舞 他一到周末 就给朋友打电话 那么我们两个主义的时候呢 爸爸一抽烟 妈妈就不高兴 第二个主义 主要是第二个主义 我们要注意 他就是放在这个旧的前面的 前面的放在一的前面 后面的呢 放在旧的前面 他一哭 我就很紧张 我一开车 他就让我慢点 能理解这个第二个这个一和旧的意思吗 一是你的时候要有动词 对就是后面都是都是接一个动词 都是怎么怎么样 他一怎么怎么样 就可以说他一怎么做 然后呢 我就会怎么怎么样 那比如说这儿 这个小孩子 他一开始哭 啊 那么我就很紧张 因为别人会以为 是我把这个小孩子弄哭的 所以呢 他一开始哭 他一哭 我就很紧张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理解 对 那比如说这儿 我一开车 就是说 我一开始开车 他就让我慢一点 因为可能我开车有点快 所以呢 我一开车 他就让我慢点 那前面这个部分 他一看就学会了 就是他 他只看了一眼 就学会了 就这个意思 能理解吗 那这个部分的语法 就到这儿 我们来 做这个细题 还是来看着火的 这个来吧 这个方便一点 好 能看到了吗 正当了 对 那我们直接来 我们明天出发去上海 在手机上 怎么怎么酒店 好 你单看这个句子 你能猜出来 这中间要填什么吗 就是我们要打算去一个地方 一个我们陌生的地方 那么我们提前 在要去的那一天之前 我们要做什么呢 首先这个酒店 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 就是那种比较高级一点的宾馆 知道了吗 比较高级一点的hotel 我们就叫它酒店 意思就是 这个宾馆呢 它还可以作为提供你吃饭的一个地方 就是比较豪华的一个宾馆了 能理解这个意思了吗 对 对 对 好 那么我们既然要提前去这个地方 那我们前一天要在手机上 怎么样 这个酒店呢 买 对 可以说买 但是呢 我们更适合的 要说 我们要怎么样 怎么样 对 对 我们要定 我们要确定下来 我们要确定下来 预先确定下来 这个酒店 不然的话 我们去这个地方 到时候没有酒店住 所以呢 我们要提前预定一个酒店 那第二个 我们现在指的这种火车 大多数 大多数都指的是什么 一个呢 是地铁 一个呢 是高铁 你猜一下吧 这个是关于一种小常识的 那比如说 这个地铁的地 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这个铁路在地下 在地下面 那么这个高铁的高 意思就是速度非常的快 好 那我们现在指的这种火车 就是新的一种火车 是在地下跑的那种呢 还是速度很快的那种呢 还是速度很快的那种呢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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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它跑的就很慢 而且呢是用煤啊 煤来做燃料的 那我们说的新的这种火车呢 它不应该叫火车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沿用这个称呼 它现在呢应该叫这个 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高铁 有时候呢 我们就把高铁啊 这种车的票也叫做火车票 所以呢 这就是关于中国的一点小知识 就是你买高铁票的话 其实就是只买火车票 那接着 我怎么样啊 和这个同屋说过 让他帮我向老师请假了 所以呢 我今天就没去上课 一个是之前 一个是之前 之前 对 是之前 好 那么我们主要的就是说 这个知是什么意思 那么知就是在什么什么什么的啊 怎么怎么样 之前就是在什么什么的前面 好 那么这儿呢 就是我在 啊 我在上课之前 啊 上课的前面 我在上课的前面 啊 就叫上课之前 就和同屋说过 让他帮我向老师请假 啊 所以呢 没去上课 好 那接着呢 通过 通过怎么怎么样 前人制造木伞的方法 我们制造出了新的雨伞 好 这个制造 制造是什么吗 制造 啊 就是 manufacture啊 manufacture就相当于create啊 make啊 相当于make 那我们来看中间 我们是通过仿照前人的方法 还是伪造前人的方法呢 对 我们是仿照 仿呢 就是模仿啊 就是imitate 那么照呢 就是看着啊 那么仿照呢 一般就是指仿照什么什么方法 然后来做什么什么事情 好 那下面这个伪造呢 他前面的这个伪字意思就是fake啊 就是假的东西 啊 就是去呃 做一个假的东西 就叫伪造 那么仿照呢 就是指仿照这些技术 这些方法 那我们仿照的是以前的人 他们制造伞的这种方法啊 我们照着这个方法 造出来了一种新的伞 好 那接着下一个啊 怎么怎么样 我没有注意到红灯就过马路了 是我的错 好 那如果不看这个前面 你觉得这应该怎么填 我会催着呀 您怎么会这样的呢 注意到你 然后下一个 然后下一个 就是 我不知道 那就算不知道前面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你看他这说我没有注意到红灯就过马路了 是我的错 那就可能他就是在向别人道歉 对不对 对 对我们就可以说 对不起 我没有注意到红灯就过马路了 是我的错 那我们这儿呢是另外一种 一个是真的 一个是的确 怎么怎么样 对 就是选的确 的确 的确是这样子的 的确是我没有注意到红灯就过马路了 所以这件事情是我的错 知道这个的确在这儿的意思吗 是对不起 不是 的确在这儿的意思是不是对不起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你拿着手机 看着手机过马路 然后一辆车差点撞到你了 然后呢 你就觉得这个开车的人 他过马路的时候 他开车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我们人在走路 是不是就要骂这个开车的人 是不是 对 然后呢 开车的人让你看 现在呢 是红灯 然后你才发现 真的是红灯 所以呢 才说的确真的是这样的 的确是这样 我没有注意到红灯就过马路了 所以呢 这件事情是我的错 能够理解这个的确的意思了吗 对 对 主要呢 用了的确之后就能感受到 就是原本啊 他是有一种 以为他是好的 然后后来 以为才发现啊 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意思 那接着 想要成为一个啊 怎么怎么样的人 就先要有足够的能力 一个是伟大的一个人 一个是伟人的人 伟大的人 对 这个比较简单啊 伟大的人就是伟人的意思 那就不能说伟人的人了 那第七个 针对啊 这个针对 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 就是对于啊 对于这件事啊 知道这个意思吗 对于就相当于英文单词里面的那个for啊 那个for我我我我相当于这个啊 for什么什么什么啊 这件事情啊 我们来看后面先吧 就是这件事情啊 是一件了不起的啊 什么什么啊 那前面这个部分就是 针对新冠病毒特效药的首次研发成功 是一件了不起的什么什么 我们现在把后面选了 那前面呢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事情 这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事情啊 而且呢 是一个了不起的 怎么样 一个是创事 一个是创举 这件事 对就是创举 啊创的意思呢就是开创创造会 Coreate啊 就是Coreate 那么这个举呢 就是指前所未有的大事情 就是做了一件啊 前所未有 之前都没有了一件大事情 就叫创举 那这句话 里面的这个创举是什么呢 就是指这个新冠病毒 就是指我们现在正在流行的Coreate 19 Coreate 19 那么现在呢 有一种针对这个病毒的特效药 还记得这个特效药的意思吗 那中间这个效 效果 效用 有效 还记得这个意思吗 对 对 就是很有用 那么特效药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这个药 针对这个病非常有用 所以呢 它才叫特效药 你把这个药吃了之后 这个病很快呢 就能好 那么针对我们现在 这种Coreate 19 Coreate 19 这种特效药 我们把它给做出来了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创举 就这个意思 能理解这句话吗 可以 那我们就下一个 他一个人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 太让人怎么怎么了 好一个是惊喜 一个是吃惊 吃惊 对 就是选吃惊 好 那这里呢 说的是他一个人就把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 如果我们选太让人惊喜了的话 别人把你的工作都做完了 太让人惊喜了 而你觉得很开心 不觉得你占了别人的便宜 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 可以 可以 对 就是选这个惊喜的话 就觉得很不 就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别人把工作做完了 而你在这儿一个人在这儿玩 所以他表达的就这种意思 那么选吃惊 就是他一个人把这个工作 他居然把这个工作全部做完了 太让人吃惊了 都有点把我们给吓到了的意思 就这样 那第九 我喜欢旅行 每到一个新的城市 都要和当地人合影 然后怎么样 一个是回念 一个是留恋 留恋 对 就是留恋 回呢 是指回想 但是呢 这儿没有这个回念这个词 所以呢 就只有留恋这个词 就是 我要我们拍照和当地人留恋 留下这个memory 留下这个记忆 那第十 如果你感到很寂寞 那就应该怎么样 怎么样起来 去找一个朋友 一个呢 是行动 一个呢 是进行 那么 一个呢 是行动 一个呢 是进行 行动 行动呢 可以是这个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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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的行动 也可以是 啊 名词的行动啊 就可以相当于这个 理解吗吗 对 对 就相当于action啊 有动作啊 就要行动 那这呢 就是说啊 如果你觉得很寂寞 很无聊 很boring 那么你就应该行动起来啊 那你就应该应该做一件事啊 做一件什么事呢 去找朋友 啊 去找一个人来陪你玩 就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来造句 第一个是什么什么的 这个是一个强调句啊 要把强调的部分给放在中间 他可以强调啊 这个动作 那比如说啊 我是啊 我是来我是来吃东西的啊 我是来修东西的 啊 可以找个类似的 我 我是跟 嗯 我的 各个 去看电影 的 啊 可以这样 那这个 这句话呢 我们适合用的场景 就是 嗯 嗯 别人问你 你是去做什么事情的 那么你就说 我是跟我哥哥一起啊 来看电影的 这样比较合适一点 可以这样说 那我们还可以说 我是坐坐啊 坐坐飞机 啊 飞机这个就是 这个 工作的方式 我是坐飞机 来北京的就可以这样 接着个吗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可以再造一个 再造一个 我是 想一个动作 我是 当然 当然就完了 两个小时 我是打篮球 玩了两个小时的 我是打篮球 玩了两个小时的 不太合适 我们可以说 我是打篮球的 就是别人问你 你是做什么事情的 你是什么人 你就可以说 我是打篮球的 他就可以直接这样说了 那刚才的那个 我是打篮球 两个小时的 那个就不太合适 我赶紧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那个 来形容动作的时间 但是呢 我们一般是指 我们出发的这种时间 那比如说 我是星期一下午 一点出发的 你可以说 我是下午两点 才去打篮球的 你可以这样说 我是下午两点 才打完篮球的 你解释了 你解释了干吗 对对 就是这个后面这 你看 他强调前面是时间嘛 然后动作呢 就放在后面这里 挨着这个嘚的 那就可以说 我是下午两点 才打完篮球的 那接着呢 是一怎么怎么 就怎么怎么样 这个呢 一个呢 是一个主义 一个呢 是两个主义 我 我 做飯 我 我 我 小 小 貓 我 做 飯 我一做飯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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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 我的 貓就吃了 是這樣嗎 我一做飯我的貓就吃了 不太合適 因為 這裡的我一做飯 這是一個動作 我現在也正在做飯 那麼我的貓就吃了 應該換一下應該可以這樣說 可以說 可以說 我一做飯 這個時候 我的貓 聞到我做飯的時候 那個香味 我的貓 就餓了 可以說 我的貓 他聞到這個味道 他就餓了 然後 我的貓 就 過來了 他就來我的旁邊了 啊 因為他想吃東西嗎 就來我的旁邊 一直在這轉圈 啊 對 對 就這個意思 那你可以說 啊 因為 因為這個我姨 做飯 你可以說 我姨 做完飯 啊 我的 貓 就來吃飯了 啊 這樣說 我剛剛把這個飯做完 我的貓就來吃飯了 啊 如果是你最開始遭的那個句子就是 我剛剛把這個飯啊 剛剛做完 貓就吃 已經吃完了 啊 就有點矛盾了 理解這個意思嗎 對 所以呢 添加一點表達就是 我剛把這個飯一做完啊 已經做完飯 我的貓就來吃飯了 就 那接著 來一個 啊 一個主語的形式 這裡呢 是我跟我的貓 是兩個主語 我一怎麼怎麼樣 就怎麼怎麼樣 我 一 我一看 欸 讀完 讀完 這小說 啊 啊 我的 我的 朋友 就 去 所以說 我一讀完這門小說 我的朋友 他就來我家了 啊 他就來我家來找我玩了 我可以這樣說 對 對 就來了 特別注意啊 但是呢這個 還是跟前面的這個結構是一樣的 啊 這裡的主語是我 那 就前面的主語了 變成了我的朋友啊 他是兩個不同的主語 能理解這個嗎 對 對 對 那如果我們造一個主語的 是什麼意思呢 那 比如說 啊 我 一吃飯 啊 就想 啊 我一吃完飯 就想 睡覺了 啊 我可以這樣說 啊 剛一把飯吃完 我就想去睡覺了 啊 理解這個嗎 對對對 等一下 嗯 那我們就下一個 就是對什麼什麼感興趣 這個比較簡單 啊 啊 對 對 啊 他對數學 數學 數學 有感興趣 啊 他對數學 有感興趣 是嗎 對 感興趣 啊 那 這沒有問題 但是呢 就是這個 有 這就 就不能這樣用 因為 有 他在這跟這個感啊 他們的意思是一樣的 能理解這個意思嗎 對 對 所以呢 要刪掉一個啊 要麼我們說 他對數學有興趣 啊 要麼說他對數學感興趣 啊 要刪掉一個才行 那這個沒問題 好 那我們進入 下一節課的學習 好了 下一節課的熱身部分給講了 好 好 這個第三十課呢 有點好玩 啊 來跟我一起讀 性錢和有錢有關係嗎 性錢和有錢有關係嗎 性錢有關係嗎 對好 那你知道這個性錢啊 這個錢指的是什麼嗎 是 錢啊 這呢就是性錢 就指的是一個人的性 啊 那你比如說你的中文名字 你的中文名字 性是什麼 啊 那性通常就是指啊 在中國在中國人的名字裡 通常就是指我們的名字前面的第一個字 哦 對 那比如說啊啊我姓馬 所以呢一般你就叫馬老師啊懂這個意思了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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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在英文裡面的啊英文名字裡面 比如說啊 啊 瑞登依賴 那後面那個依賴就是他的姓 能理解這個嗎 對 你覺得 那這呢就是說啊 啊 這個人的名字呢 啊 他就叫錢什麼什麼 然後呢他就性錢 啊 剛好呢 我們有一個啊 錢 他除了做性之外還有一個意思 就是money啊 啊 理解這個嗎 是誰 money啊 money 對 對 就是指那個錢啊 意思就是這個錢 他既可以作為我們的性 也可以作為這個money的意思來用啊 所以呢啊 就對這個產生了疑惑 他們之間難道有關係嗎 難道性money的人就真的有money嗎 啊 他就這個意思 啊 那我們要理解的就是這個性啊 他是怎麼來的啊 以及我們取名字裡面會遇到的一些事情啊 一個呢叫自備 還有的那叫小明和賤明 後面的這個了解便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性的來源 中國人性的這個來源呢 比較多啊 有14種 那這裡呢我們就講三種 第一種呢叫遠古頭疼 啊 什麼意思呢 啊 嗯 嗯 就是啊 我們這是一個啊 是一個城鎮啊 那麼我為了讓我們這個地方區別開其他地方 於是呢我們在我們村的那個地方掛了一個棋子 能知道這個意思嗎 對 對 對 那就比如說我們國家與國家之間它的棋子是不同的 對吧 對 對 那麼在古代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的國家還非常非常的小 啊 但是呢我們也需要來區別啊 你是哪裡的啊 你是哪個國家的啊 所以呢那個就叫遠古圖騰 啊 那比如說現在的中國人他也叫炎黃子孫啊 知道這個稱呼嗎 啊 炎黃子孫 有聽說過這個嗎 對 對 就是 呃 我們覺得我們就是 呃 我們的祖先 一個呢是皇帝 一個呢是炎帝 啊 那麼我們呢就來講一下這個炎帝 啊 炎帝呢 它的姓呢就是江啊 江呢可能就是炎帝啊 他們這個國家的一個國旗啊 懂這個意思了嗎 對 以前 對 江呢在以前它的字就寫成這個樣子 看到了嗎 對 這是在三千三千年前或者四千多年前 這個江字是寫成這個樣子的 上面這個部分呢 它就像那個牛的腳一樣啊 就是一個牛腳 下面這個部分呢就是一個女人啊 是一個女性 啊 所以呢他們部落的這個性就是一個帶著牛腳的女人 啊 啊 那可能他們這個地方就是通過我們頭上戴一個牛的腳 來判斷我是這個國家的 能夠理解這個嗎 能夠理解這個意思嗎 啊 啊 因為古代的時候很窮 就 哦 那個時候甚至連紙都沒有啊 啊 我們只有通過一些非常簡單的方式來判斷 我是屬於這個國家的 能夠理解這個意思嗎 對 對 好 剛才沒聽到聲音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通過這個他的性次 啊 他們這個從前的圖騰來判斷啊 可能呢 這個炎帝啊 他們部落的一個統治者就是一個女性 而且呢 是帶著一個牛腳的一個女性 啊 這個是性的一個來源 它就是從我們旗子上面的這種話 然後呢 變成我們的性 第二個呢 就叫 貴族的封號或者天子次性 什麼意思呢 啊 這個例子 就是在中國唐朝的時候 啊 那個時候的皇帝呢 他們就姓李 啊 叫李世民 李冤 李什麼什麼 啊 那麼他們為了獎賞那些啊 為了國家做了很大貢獻的人 啊 他們就把自己的信也給他用 啊 就表示 我皇帝都是一個姓呢 那說明你的地位啊 就很中貴 能理解這個意思嗎 嗯 就是 嗯 就是把皇帝的名字啊 把皇帝的姓 獎勵給有功的大臣 讓他們跟著皇帝 讓他們跟著皇帝一起信 啊 就叫與天子同性 能夠理解這個嗎 對 都 對 因為皇帝啊 在古時候的王國裡面就是權力最高的人 那麼你跟皇帝 那麼你跟皇帝一個姓啊 大家聽到你叫你什麼什麼的時候啊 就知道你跟這個皇帝有關係啊 就知道你是你也是一個有權力的人啊 就這個意思 那第三一個呢 就是以職位為姓啊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做這個工作啊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個工作拿來當做我們的姓 那通常呢 這種工作 是那種政府裡面的工作 那比如說這個司徒 這個司徒呢 對 我們通常遇到的姓是不是都是以一個名字的 比如說姓馬 姓李 姓鱼 對吧 對 但遇到了這種情況了之後 因為她是以工作為姓嘛 啊 然後呢她就 她的姓就是變成了兩個字的了 啊 就叫司徒什麼什麼 比如說一個人 她的名字叫司徒語 她姓司徒名語 就叫司徒語 能夠理解這個嗎 對 對 這個比較少啊 現在中國人很少有有用這種兩個姓的啊 啊 那這個司徒呢 她最開始的意思就是指 啊 是做政府工作的一種官啊 一種官 她的名字就叫司徒 那麼大家很習慣的啊 就直接喊司徒什麼什麼了啊 能理解這個意思了嗎 對 對 對 好 好 那後面後面這個字背要講的有點多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兒這個字背要講的話花的時間有點長 對 好 那今天就先上到這兒 好 謝謝老師謝謝謝謝老師 好拜拜